HKG 報推介 為大家送上今日必看 俄羅斯總統普京今晨 5月16日四時許抵達北京 展開為期兩日訪華行程 這次亦是普京展開新任期後的 首次國事訪問第一站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東門外廣場舉行歡迎儀式 兩國元首進行小範圍及大範圍會談後 簽署並發表聯合聲明 這次重要的會晤 標誌著兩國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助夥伴關係 普京更表示 歡迎中國車廠進入俄羅斯市場 2024年世界動蕩不安 俄烏戰爭仍在持續 以下衝突也未見平息跡象 作為世界領導者的美國 完全得不配位 半點都沒有引領世界重返正軌的能力 反而大力製造混亂 仇恨 令人不恥 在這麼紛擾的世道 其他大國絕對有必要擔當穩定全球的力量 中俄走近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出現 習近平用老朋友來形容普京 祝賀他開啟第五個總統任期 並表示慶祝中俄建交75周年 是貫穿今年兩國關係發展的主線 習近平表示 中俄關係已經走過四分之三個世紀 經歷風雨 歷久離堅 經受著國際風雲變幻的考驗 樹立了大國 倫國 相互尊重 坦誠相對 和睦相處 互利共贏的典範 習近平表示 兩國關係穩定發展 不單是符合兩國和人民的利益 也有利於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 穩定 繁榮 中方遠和俄方共同實現各自國家的振興 維護世界公平正義 普京則表示 今次訪問將進一步推進雙邊合作的全面發展 表示俄中關係 不投機取巧 不針對任何人 兩國在世界事務中的合作 是國際舞台上主要穩定因素之一 雙方共同維護正義原則 反映多極化現實的民主世界秩序 以及國際化為基礎的世界秩序 決心進一步協調歐雅空間的一體化進程 無論從習近平還是普京的話語 我們都感受到中俄兩國對發展的決心 以及推動世界範圍合作的意願 都是對美國霸權無能 無盜無得的反應 當年美國為首的北約不斷東曠 壓迫俄羅斯的生存空間 是俄烏戰爭爆發 俄羅斯和西方大決裂的原因 另一方面 美國持續全方位無理阻撓中國發展 最新例子就是美國總統拜登對 中國電動車等產品加徵關稅 比起拜登滿懷惡意的制裁 普京張開箱被歡迎中國車廠進入俄羅斯市場 合作共贏 先是於世有益的正度 美國這些行動 直接導致中俄走近 強強聯手 回頭看回中俄關係 不知美國有沒有感覺到自己捉蟲 寢食難安呢?